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抛规律系列的单元是 新增索引资料行 这个比较简单 实际上来讲呢 新增索引资料行 就是说在我们的干嘛表格里面增加一个什么 编号的一个栏 它叫资料行 就是编号的栏位 那这个编号栏位呢 可以从0开始 也可以从1开始 那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我们到以色这边看一下 先把资料范围框起来 框起来 然后一样选资料 从表格点的范围 一样A1到G13 我的表格有标题打勾 好了 后来按确定 进到抛规律编辑器里面来 首先呢 第一个动作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你要产生这个要点什么 新增资料行里面 这边有一个索引资料行 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以后就发现一个问题 哇 它从哪里开始 从0开始 有没有 可是呢 我不是要从0开始 我要从1开始 我可不可以后悔 我可不可以后悔 可以的 泡规律是非常的易力 你要后悔就后悔吧 这里有一个打叉 这是代表你的步骤 我现在这个步骤 我不要了 我就点这打叉 它就干嘛 没了 栏位没有了 没有了 我可以重新再来 点这里 下拉式箭头选 从1开始 它就从1开始了 从1开始了 那从1开始要注意到 索引这个栏位呢 基本上它应该是在哪里 是在第一栏 所以我们会按住它的标题 往左边 有一个绿线 有没有看到 绿线只移 让它移到最左边以后呢 你就可以放开滑鼠左键 它就移到第一栏了 移到第一栏 那第一栏以后呢 万家女学姿 这个栏位名称呢 你不喜欢 你一样可以干嘛 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 重新命名 自己打 譬如我打序号 那边序号 有没有 Enter 那就变序号了 从1到12了 1到12 然后呢 这边玩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干嘛 常用 关闭并宅入 那就回来了 回来后 会产生表格 不晓多少 有没有 的资料 表格7 有没有 表格7 那你就看到资料就像这样 有没有 序号也来了 原来的资料 保持原状 保持原状 所以特别注意到的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重点来了 刚刚我们讲的 我再做一次 新增资料行 所以 资料行 这边有一个叫做 制定 有没有 你自己可以定 你的序号是怎么样的一个 情况 对不对 譬如说 我的70 所以你叫做什么 2004 对不对 IR 001 有没有 那我增量要增多少 一次要增加1 有没有 假设是这样子 你看那边 他已经警告你什么东西 来 请你输入的是什么 数字 你不能自定什么 英文字 有没有 你只能打的是数字 那你这边干嘛 英文字不能有 单纯只能有数字而已 不能有英文字 不能有英文字 所以我打的是2004 001 增量是1 然后按确定 他这边就可以看到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有没有 照数字顺序一直加1 一直加1 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 但是 不能有英文单字 也不能有中文字 要单纯的数字 他才有办法 有办法 好 我们回去 就好了 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 那个蓝位 也会跟着跑回来 怎么样 特别注意到的 感觉 一定是 好 都 都 没 了